这是800毫米折返镜头下的月亮 这是显微镜头下的浮游生物 这是裂胶镜头下的清晨马路 这是柔胶镜头下的爱莉诺帕克 每一种特殊镜头都能呈现独树一帜的效果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特殊镜头 它也十分神奇 从来没有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出现过 在这颗镜头之下 你就像踏入了格列夫游记里面的小人国 真实世界里面的一切都变成了微缩景观 行走着的人也像是定格动画里面的人偶 这颗镜头就是神奇的异轴镜头 要想拍出这样的效果 我们就先要了解什么是异轴镜头 异轴镜头的英文名字叫做Tilt-Shift Lens 那名字里面的Tilt和Shift 其实是一周镜头上面的两个旋钮 Tilt控制镜头的抚仰 还有摇摆的轻角 Shift控制镜头上下左右的偏移 而要搞清这两个按钮到底改变了什么 我们先要了解两个名词 叫做相场 还有胶平面 相场其实是光线通过镜头 达到感光元件的区域 那普通镜头的相场 会适配CMOS的大小 而一周镜头的相场 往往会要大很多 那我们都知道 普通镜头的胶平面是固定的 扭动对焦环的时候 胶平面会相对镜头平面 平行移动 而一周镜头上面的轻角旋钮 则可以旋转镜头的方向 让镜头平面和CMOS平面 变成一定的角度 那这个时候 胶平面也会同时开始旋转 原本的前后景深关系 就会神奇地变成左右的景深 上下的景深 甚至对角线的景深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扭动对焦环 你会发现焦点十分难以控制 非常容易飘走 这是因为感光平面 镜头平面 还有胶平面之间 因为镜头的旋转不再相互平行 它们的延长线 始终都会相较于一点 这个规律早在一个世纪之前 就被一位名叫沙姆的奥地利陆军上尉 给发现提出了 所以这被称为沙姆定律 所以你不要认为 一周镜头是什么新的科技 早在一战末期 沙姆定律就被广泛应用在 航空侦察上面 那么当时他们是把大画幅相机 固定在侦察机上面 用坚固材料替换易损的皮枪 所以哪怕在大光圈之下 也能够获得极大的景深 近的山石灌木 远到敌军的炮火 也都能够先好避嫌 而大画幅相机之所以 能够实现一周的效果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 超大相场的大画幅镜头 以及可以自由调节 镜头方向的导轨 也就是说 只要你能够租来一台 单轨的大画幅相机 你取走背后的毛玻璃 放入露出CMOS的机身 再加上一点点辅助配件 把摄影机和镜头 都给固定密封起来 你就可以直接DIY出一个 一周镜头 我们影视飓风 曾经研发过一台 叫做Blue的相机 它的传感器是1.3英寸 用的是树莓派的系统 当初带着它出去 被西湖区的摄影师 这些老法师 无情的嘲讽 导致我受了巨大的伤害 小伙子 你觉得这台大概值多少钱 一块钱你肯定不可能 但是这一次 绝对不会这样 我们打算一雪前耻 带着这台猴板的一周相机 再次回到江湖 让他们看看 真正的王者 虽然这玩意能够体验到 一周的效果 但画面却十分模糊 只能做到成像 说不上好 之前有大画幅相机 镜头相场的分辨率 实在是不够 所以我们专门准备了一套 佳能的一周镜头 理论上会有更好的画质 毕竟它是 专门适配全画幅的相机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来带你更深入的了解一周镜头 能够拍出哪些好玩的效果 在很多电影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这样 摄影机拍镜子 却不穿帮的效果 以前我也很奇怪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其实利用一周镜头 就可以拍出来 你只需要把一周镜头 正对镜面利用一周镜头的偏移功能 就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取景视野 那也正是因为一周镜头有更大的相场 所以我们可以从更多角度 来拍摄到这个主体 从而改变画面的透视 因此一周镜头经常用于建筑摄影 那摄影师不需要爬楼 就可以在地面拍到横屏数值的建筑 那如果说你想拍一个分辨率超高 甚至超过12K 16K或者更高的视频 那你也同样可以使用一周镜头 来分开录制相场中不同的部分 后期把它一个一个拼起来 就可以完成 除了偏移 一周的轻角特点也被摄影师玩出了花 那比如镜物拍摄的时候 由于景深很浅 只能够实焦一个主体 那如果你使用一周镜头 你可以旋转镜头的角度 让胶平面侧贴在拍摄主体上面 那你在大光圈的情况之下 画面也竟然可以获得一个 非常深的景深效果 那除了把主体拍实 镜头的轻角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用法 就是巧妙地使用可控的虚胶 那电影里面这些朦胧梦幻的镜头 都是摄影师使用一周镜头 机前的景深 加上倾斜的胶平面来实现的 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摄影师导 罗杰迪金斯 曾经为了实现这种复古风格化的视觉效果 专门定制了以他名字来命名的 Dickens的一周镜头 拍出了这些画面 那刚才我们分别讲完了 偏移还有轻角的应用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两者同时来使用的话 会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片头的小人国视角 就是这样得到的 这种微缩模型的即视感 来自于俯瞰视角下 微弱的透视 还有机前的景深 同时要有元素丰富 并且动态适度的场景 所以要实现的难度还是有一些高 为了能让你尽可能地 领略到一周的魅力 我们这次带上了各种无人机 自驾前往中国各地 悬点拍摄 所以下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 欢迎进入小人国的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这个 你觉得哪个场景最有意思 可以在弹幕里面选一下 告诉我们 为了拍摄这些一周摄影的素材 我们几乎是出动了 公司一半的编导同学 翻山越岭 爬楼发山 这次拍摄真的带给我们 非常多不一样的拍摄体验 因为一周航拍和普通航拍 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在拍摄的时候 你需要时刻想象画面 其实是一个巨人拿了一个相机 加一个微距镜头来拍到的 所以在构图上只能尽量选取一个平面的主体 不能出现过近的近景 还有过远的后景 同时在镜头运动上 我们也要尽量贴近微距镜头的运动方式 不然会很奇怪 要么就是大范围的探声 要么就是静静的凝视 所以这就对摄影机的运动 非常高的要求 又要平稳又要顺滑 飞手和云台手相互配合 来调频运镜的误差 六周无人机虽然能够确保相机的稳定运动 但每一组电池只能够支撑15分钟左右的续航 所以在出发之前 我们准备了多组便携电源 放置在福特新一代Mondio 520L容器的超大后备箱之中 以便及时充电 这次拍摄虽然路途遥远 但新一代Mondio的Blue Cruise 主动驾驶辅助功能 帮助我们缓解了长途旅行的疲劳 在376牛米的强力扭矩的强劲动力之下 我们如期到达了目的地 使用智能语音还有手术识别 可以操控大屏 打开BNO音响播放音乐 让拍摄的路途也变得非常愉悦 当我们在车里回看素材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一些场景 非常像一个经典的RTS 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游戏的视角 于是我们突发奇想 用一轴摄影的奇特视角 为你来呈现一小段 真人版的红色警戒 Unit ready Waiting order for the Union Moving up You are sure? New construction options For some country Attack On my way For Mother Russia Attack Waiting order Moving up Unit New construction option Re-sportsments have arrived 不知道有没有构起你的回忆 红景真的可以说是小时候 危机客必玩的游戏 我玩了无数次 动画并的Ford Union 不标准的俄式英语 各式各样的军用建筑 现在看来都非常的带感 也很感谢建模大佬 1233为我们提供的高精度 红景自建模型 还有动画 帮助我们完成了 此次红景的真人片段 真的超级感谢 各位就可以看看它 不过在制作这个片段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使用一周镜头 那是因为一周镜头 虽然你可以在前期拍到虚化过渡 最自然的画面 但这种画面 后期几乎是没有处理空间的 部分的这种奇怪虚焦 导致软件很难对素材进行跟踪 还有合成 所以这个片段中的一周效果 是我们使用后期的方式来实现的 通过把模型素材导入3D软件 解算场景的深度通道 通常我们把它叫做Z-Depth 就可以通过黑白灰的显示视图 来观察与调节画面中的 景深的位置 深浅还有方向 那你甚至可以打上关键针 让景深动起来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太麻烦的话 那我也可以教你使用达芬奇 一键添加一周效果 你只需要在素材的节点上 添加一个一周模糊效果 适当的旋转画面 底下透视 校准虚实的位置 还有程度 原本普通的镜头 也会马上变得特殊进行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一周摄影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你觉得这样特殊的设备分享 你是否感兴趣 希望本期节目也能对你有些启发 去利用一周镜头创造更有趣的效果 那最后特别感谢福特对于本期节目的支持 新一代蒙迪欧100%智能更出彩 FNB智能互联网架构 打造终极车智能天花板 值得与你一起共赴山河 探索世界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